我们现在向大家演示一下VUDI的超级编程器 读取长程德尔福防盗盒里面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德尔福防盗盒的表面 咱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 这就是它的内部结构 我们需要的读取的是 这颗码片里面的数据 这个码片里面含着它的内部结构 还有防盗数据 还有它的密码数据 我们现在演示一下 用VUDI超级编程器读取它的步骤 我们需要将这个小码片把它焊取下来 焊接到这个板子上面 然后连接到咱们的VUDI编程器上 然后选择它的器件型号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VUDI93C66的六角 六针的这么一个数据存储器 还有它的一角方向 咱们大家看一下 对应的一角方向 然后选择好器件型号以后 点击新键 然后再点击读取 读取上面 上面 对 对 好 好 操作成功 大家可以看到 数据已经读取出来 我们把它保存到桌 把它保存到桌面 你扔起个名字 好 我们将读取了出来的数据 然后再导到我们的VUDI2里面 就可以计算出来它的密码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国匹或168 对它进行匹配 就解决了现在长城 以及一些德尔夫防盗核 读不出来密码 无法做匹配的这种据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